我妈呢 别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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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突然晕倒了 我就把她送到医院里来了 现在还在抢救处 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会突然晕倒呢 现在 我知道 但是你不要着急 阿姨不会有事的 好吧 医生 我妈怎么样 这次晕倒的主要原因呢 是病人血压不稳 造成的轻微脑出血 好在抢救及时 但是呢 可能会昏迷一段时间 需要留院观察 好的好的 谢谢医生 加水 赶紧去办一下 入院手续 好 谢谢 不过呢 她脑袋里的动脉瘤 才是真正的定时炸弹 建议啊 尽快手术 不然这个动脉瘤 要是破裂了 那就真的麻烦了 动脉瘤 是啊 你不知道吗 医生 阿姨得病了 秦医生 上次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这个病人的情况 需要尽快住院 你怎么突到现在啊 对不起 本来已经准备住院了 你也是医生 这种情况有多危险 你不知道吗 对不起 秦医生 你知道你不说 阿姨这么危险的状况 除了是谁负责呀 所以 所以你早就知道 我妈生病了是吗 是 你也知道我妈 随时会有生病危险是吗 孙医姐 你误会云上哥了 这没你说好的方 我现在不想给你讨论是谁的错 我只想让你讨论是谁的错 让我妈赶紧醒过来好吗 你打丢针了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我不告诉你 我吵得到你人吗 对不起啊 我知道我们中间有点误会 但是我可以解释他 好 赶紧解释 我 我 请求是 你 你说你有分寸感的 我信了 你保证过不会再让我找不到你的 我也信了 可是我工作室被人抹黑的时候 你在哪儿 我被下属背叛的时候你在哪儿 我胃痛得快要虚脱的时候 你又在哪儿 对不起吗 我不想听你说对不起 真的 这段时间 每当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我找不到你的 你还撒谎骗我 你跟你白包在一起就算了 你为什么瞒着我妈的病情不告诉我 为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如果时间满了下来 你猜 为什么心事像不肯听的钟牌 你又留下了病 心却已快 不算坏 不算坏 露开你 trust me 等待 是我 沉默告白 是我 等到风来感慨 说你靠近推开 一而在 可心动不发 安排 我依赖 我挽怀 你走来 你又想 碰壁多久了 碰壁四五个小时 主任 病人现在这个状况 既危险又特殊 可能需要马上手术 我在这儿求你了 我希望您能当这个主导医生 只要您答应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这个手术我答应了 谢谢主任 但是 她的病情很难说嘛 我得研究一下 转到风来 她会醒吗 死吧 因此 他会有病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一会儿联系秦升上她的陪我 姐 姐夫来陪你 你去吧 想那 那你有什么事 去吧 随时给我打电话 知道了 好 赶紧回去啊 好 拜拜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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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请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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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